大家都会认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刘宗园 他有很多关于描写大自然的诗和散文 其中他的一部著作就是《布蛇者说》 今天我们请昆士兰的梁焕虫先生 为我们介绍这一本作品给大家 很欢迎你梁焕虫 多谢李生各位听众大家好 讲到中国文学 比如中国文学里面很注重文章 讲到文章最厉害的就是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之中 唐朝只有两个人 就是韩宇和柳宗元 两个就是文学的巨人来的 但是讲到一生的祭遇 两个都不是颇好的 柳宗元很早就中了这个晋士 就做了这个官 但是一直官运就很快就会由好变不好 就调来京城 还去到很远的地方 就去一个地方叫永州 永州就是今天湖南 你说湖南现在很旺啊 但是当时的湖南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来的 很多那些疾病 这样的 那么永州那里就是非常之失意了 那么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有很多游记啊 诗啊 寄托自己的抱负啊 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啊 这样的 那么永州那里呢 他就作了一篇预言 那里生的预言呢 大家就不要不要说 就是以为是那些预言 以来2007就会发生什么事 那些预言 这个预言就不是那个预言 就是譬如说 譬如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预言 或者西方古希腊的依索预言 那些预言 就是一个小故事 真和假 就没什么关系的 其实最重要的作者呢 就是用这个预言 跟大家启示一个什么教训 它有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又不明说呢 就是很难的 有时候又有些东西明说出来 又会得罪人啊 那又可能用一个预言的意思呢 帮助这个听的人了解这个道理 这样的意思 他在永州的时候就很失意 当时唐朝的政治也很腐败 因为已经是唐朝中唐至晚唐的时间了 安史之乱之后就民不聊生 国家就是抽的税又很重 民众的生活就很苦的 他借这个故事就说出 这个重粹 这个苛刻的政治 到底对人民有什么影响呢 他用一个很生动的故事 小故事而已 就和大家说一说 他这么说 他说永州那个山野那里 产生有一种特别的蛇 那种蛇呢 就黑色 就有一些白色的斑民 这种蛇呢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就毒得很重要的 嗯 毒到呢 不知道咬人会咬死人 那种蛇呢 拋过那种草地呢 草木都会死的 这么厉害的 咬人就死定了 一定没得医的 但是如果你有办法捉到那种蛇呢 抽了他的毒药出来 将那种蛇肉 封干了它 可以做药材的哦 那医什么东西呢 医麻疯 疯疾关节炎 颈肿 生大疯 生烂育 所谓以毒攻毒啊 李生真是 如果体内有什么害虫 生回虫之类呢 就可以医的哦 不但毒你不死 还可以医好你的病 所以这个世界很奇妙的 当时呢 皇帝那个太医呢 就知道这件事呢 就命令呢 这个民众啊 不如你们去 就收集这些这样的蛇啊 用来当药用啊 交给这个朝廷 咯 若果哪一家人呢 捉到这些这样的蛇的话呢 每年就交两次货 就免你们的田租哦 因为以前呢 那些民众呢 耕田呢 那种田就不是你的 是皇上的 朝廷的 要交租 就算是你的话呢 就不用交租 就捉了三代的了 那柳宗元就问起 即是姓蔣这家的后人啊 但是他们很忧愁地说 他说呢 我爺啊 因为捉蛇呢 就被蛇咬死了 哦 我爸呢 又是因为捉蛇 又被蛇咬死了啊 现在我啊 说到我 做孙 第三代呢 我因为捉蛇 捉了十二年了 有几次啊 差点被他咬到 连我都死了啊 这么说 嗯 那柳租元就说了 如果这样的话 捉蛇这件事都很危险的啊 不如这样吧 我就在这里做地方官的啊 不如我跟上头说说说了 就帮你改改那个安排了 以后你不要捉蛇啦 你就交回田租算了好不好啊 谁知道那个姓长那个人听到呢 还担心啊 啊 还流眼泪啊 他说 哎呀 柳大人 若果你要可怜我 你就让我生路走啦 你不如让我继续捉蛇 你不要叫我交租啦 原来呢 他说 跟他爷爷一起做街坊的人啊 现在剩下的那些家卷呢 十家都没有一家 哦 如果跟他爷爷做街坊的人呢 十家就只剩下三四家 如果以他第三代来说 这十二年跟他做街坊的人 走下走下走下 都只剩下一半左右 不是死了 就是搬了 唯独是我们姓长这家人 因为我们是竹蛇 所以呢 才可以 还是安安定定留在那儿 讲到竹蛇 每一次啊 他见到 他的邻居 被政府派来的那些差役 来追他们交那些田租的时候 真是惨了 那些这样的差役 空神恶杀 到处碰碰撞撞 吓得那些孩子又哭了 大人又不知怎样 不知老百姓 连鸡犬都不灵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 见到隔壁轮蛇 吵吵吵吵吵吵吵 我就很放心了 松开一口气 我又可以睡觉了 平时呢 我捉了一条蛇 又未到时间交给官府的时候 我很小心地喂他 做到交给官府上去了 我的责任就完了 吃回自己种的蔬菜 打罚我自己的日子 都不知安安落落 我想一下 我一年之中 为了捉蛇 没有生命危险 都是仅仅两次 仅仅两次 都好过 我们隔壁轮蛇 被人吹吹吹吹到要走老 命都没了 那刘聪元呢 就这样的技术 这个故事 听到这样的故事 令他有个啟发 就是说 康静盲于虎 这个出自论语 这个典故 李先生 是 论语里面也这么说 孔子就过泰山 就见到一个弊妻婆 在墓里哭得很伤心 原来他说 我个儿子 已经是 被老虎咬死了 孔子就说 如果这么惨的话 哎呀 那就真的糟了 弊妻婆就说 不止这样 连我老公 都是被老虎咬死的 这样 孔子说 很奇怪了 如果这样 这里有苦患 为什么你不搬走 那个笔伙就说 哎呀 虽然这里有苦患 但是那个政治方面 还算稳定 官府又不是很压迫我们 没有什么磕症 所以我们也宁愿在这里住 孔子就跟学生说 各位同学 大家知道了 苛刻的政治 真是更惨 老虎吃人 这么厉害 这样的意思 柳宗宗园 利用了孔子这个典故 也看法了他写你的故事 到底是真还是假 我们又不是很少能够证实 以故如今 他用这篇文章 短短三几百个字 将孔子义成交代出来 然后将一个教训 显露出来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名作 是啊 你说起这个故事 令我联想到 其实也很现实 因为现在世界上 有些地方 我们知道 那些人窮到 要将那些 跌下来未爆的炸弹 拆了来卖 当是废铁卖 是啊 炸到有脚进去卖 所有铁卖 他们没有什么 性命危险 但是 如果他不一样做 就可能 直接要饿死 生存也有问题 都是要 宁愿没有个危险 去找一餐吃 其实刘宗元写这篇文章 也是有感而发的 一来他去到永州 这么穷的地方 人们实际也很穷 二来他身处的时代 就是唐朝经过安市之乱 走向这个衰亡的阶段 政治一日不如一日 但是朝政的东西 你说 我随意批评 他不在这个自由社会 随便说 方言中 就是被人陷害你 民志玉 是好不好麻烦 所以他又要写这些故事 隐隐地将他的意思 埋在里面 除了写这些故事之外 他也很擅长写 其他的预言 也有几篇流传 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 都跟大家讲一讲 有一篇也很出名的 叫做 《担牢记穷》 《担牢知记》 大家都知道 就是《忌此此义》 只有两三招 洗完就救不了自己 都是柳宗元写的 他也很擅长写 预言这类的故事 就是用来讽刺社会 对 给我们一些教训 好的 今天很多谢你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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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